好,那么我们现在是学这个导数 多元的导数 这次之前的有一些额外的东西就是 这个一个集合它的interior interior就是说这个union of all 就是它这个病 所有A的子集 A的开子集的病 就是它的内部 它的外部就是exterior 那就是这个A的补及了 一模一样 就是所有 与A的补及的子集 且是开的 OK 那么它的boundary就是它的边界呢 就是 看 就是这个式子 就是既不是在这个rn中 但是那既不在这个外部也不在内部的 就叫它的这个边界 好,那么我们就有一个性质呢 就是说 x在边界的话 当然且简单 对于任意的领域呢 这个neighborhood呢 我希望你知道什么意思 就是包含x的开集 也不一定非要说是以x的中心的开球 只要是个包含x的开集就行了 那么就是对于任意x的领域呢 它与A和A的补及都是有交集 就是它们的交集都是非空的 OK 那么我们现在就还有一个 这个很好理解 这个不难 就是说 因为呢 任意的 因为对于任意的这个领域哈 首先呢 它不能是 就是说不能是A的自己 对吧 因为它不在这个内点嘛 它不在内部的话 它不在内部的话 那这个U呢 它肯定不能是A的自己了 也就是说 它 这个肯定是非空的对吧 那同样的 根据对称性的 它 与它也是非空的 对吧 所以这个就只有当切紧张 那么回来这个怎么看呢 就是说 对于任意的 它 与它有交集 也就是说 它不是它的自己 其实它不是它自己 它又不在它里面 同样的它也不在它里面 所以它在 所以它在它里面 对吧 根据这个定义 那么这个是一个性质哈 以后可能会用得到 呃 我觉得应该是用得到 对 好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们三个的并级呢 构成的是这个 整个的这个 我们这个N维的欧式空间 嗯 前面两个都是开集 因为什么任意 任意并啊 开集的任意并都是开 同时呢 它是B集 因为什么呢 因为 B集的定义呢 就是开集的补集 就是B集 就它等于这个开集的补集 那么它就是个B集 好 这就是一些 额外的预备知识啊 另外 因为预备知识啊 什么度量空间啊 信心代数啊 还有这个 点击拓扑呀 我都假设是 就是 都应该是 掌握的哈 那么没掌握 可以去看 我以前的讲座 OK 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 我们对这个 多元的这个 导数的探索 好 首先呢 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 E位的情况吧 对吧 因为E位的情况 如果我们有个A的话 对吧 它是一个十函数嘛 对吧 它是十数到十数 假如说 phi到A是什么呢 那这个 希望贝都能贝得出来了 对吧 就是这个phi的 这个除以h 当这个极限存在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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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好 这是E位的导数 OK 那么E位的导数呢 我们知道什么性质了 首先我们知道 科导就科 科导连续 对吧 就是differentiable inplace implace continues 同时呢 如果 链式法则嘛 如果f7它都是可导的话 fofg也是可导的 对吧 这是两个这个重要的 这是两个这个重要的 用什么样子 用这个样子 这两个就是这个E位的导数 比较有两个重要的性质 对吧 那么呢 我们现在想要一个什么 想要一个定义 想要一个定义 就是说 就是 derivative of f f呢 它是从rm 印射到rn的一个函数 但是呢 我们这个rm和rn呢 我们注意到 我们如果是个a的话 如果是a的话 这个a加h 这个h它是 它这个0是个实数 对吧 我们不能就是说除以一个 你看啊 我们这里呢 是个实数 对吧 实数 这也是个实数 那如果我们照搬的话 照搬的话 如果这是f的话 对吧 那它这个是n rn 这个是rm的 h是rm的 那如果rn的数 除以到rm的数 这根本就是 瞎扯淡吧 对吧 ok 那么我们就遇到了困难 那我们就先想 哎 我们先想一个定义哈 那这个定义呢 大家看在书里就有了 这个叫方向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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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定义就是呢 a是 subsid r right 然后呢 我们讨论 首先我们是fix一个u 对吧 我们定义这一个 a加tufa 这样子呢 它就是一些什么 它是一个 这个是rm的数 除一个实数 这个是没问题的 对吧 就是实数嘛 除一个实数 你是问题不大的 ok 那么假设我们有这个定义的话 如果这个极限存在a加tu 对吧 这个u是一个给定的 就是它是已经 它是一个给定的一个 香料 然后呢 你再讨论它这个形式的这个quotient ok ok 我们有这个方向导数的定义之后呢 我们发现啊 它这个 虽然是 定义是这么定义的可以 但是呢 它没有一个很好的性质 它没有什么好性质 首先呢 它不能 它不能有什么性质 如果将这个 就是假如将这个定义定义为我们可导的话 对吧 那这个所谓的可导 它是不能 推出连续的 对吧 它是可导不能推出连续的 同时呢 它也不能什么 FG 如果都可导的话 它也是不能推出这个什么 可导的 对吧 比如说对于这个定义呢 我们都不满足这个 对这个定义我们都没有 就是我们都不满足这些情况 那么这个例子呢 例子呢 等会也会给一下 我就 我就给个这个例子吧 我们只说这个例子就已经足够证明说我们不想要这个定义了 对吧 好 那么 首先呢 那我们就还是遇到困难 我们已经想出一个已经很不错的这个 导数了对吧 但是还是不行 那我们再 我们再回去重新研究这个意味的导数 对吧 重新研究意味的导数 然后如果是 phi是 如果它在 A处可导的话 那么就存在一个 存在一个 nambda 是个什么呢 phi的 A加T-phi a-lambda t t 趋零 当体趋零的时候 对吧 这个很好理解 因为 为什么 因为这个phi a加T-phi a t它已经是一个 实数lambda 对吧 lambda 对吧 那你把这个lambda移到右边来 就等于0了嘛 对吧 然后呢 你再把 你再把这个lambda 移上去 就变成这样了 对吧 好 这就是一个等价的变换 你就不多赘述了 ok 那么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注意这个狮子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用 再来 总统 ok 就是我们 因为 意味着到时候 还有一个就是说 它是有这个性质的 那这个lambda呢 它是个实数 对吧 lambda是个实数 但我们在推广到这个n维的时候呢 这个lambda 它是等于a的 对吧 ok 那么 我们在推广到n维 嗯 在推广到n维 OK 抱歉 我们再想一想哈 这个导数的定义呢 这个lambda t 这个lambda t呢 这个lambda t呢 就是相当于什么 是这个 就是 这一项 与这一项 趋于0 当t去 出于t的时候 就是我们经常就是 叫它这个first order approximation 或者是说 它的这个线性的这个近似 近似值 对吧 ok 那么 它就是一条线嘛 对吧 这个lambda t 它是一条线 对吧 它是一条线 它是一条线 ok 那么 这lambda t这个函数呢 它是一条线 那么在推广到n维的时候 我们现在在n维中 像线一样的函数 我们想到什么 线性映射 对吧 那我们就想到线性映射 好 那么我们重新这个定义哈 你看书里面它重新定义之后呢 就是说 这个a是 就是它包含这个a的领域哈 那么 假设 存在一个n by m的matrix 其实就是一个线性映射 因为一个线性映射就可以用一个矩阵表示 一个矩阵 一个线性映射就可以用一个矩阵表示 是吧 所以我们就去考一个矩阵 这个矩阵呢 就是说 存在一个 就是说 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就有什么样的 其实它就变成了什么 再抄一下哈 -fa - 这个矩阵bh 这个东西呢 当h 它是区域的 s h 区域的 ok 这里我着重强烈 这个零是零向量的零 零向量 这是零向量 千万不要以为是实数的零 这是零向量的零 好 那么这个 这个metric呢 我们选的是这个sup metric or euclidean metric but 它们是等它们的 它们所形成的这个度量拓付是 一样的哈 我们就不考虑这个 我们就 我们就考虑这个sup metric 或者是这个什么 我也不知道中文要啥 就是 它那个最大的component的那个 对吧 就是那个metric sup metric ok 那么 有了这个定义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b 计为 在a点的这个 在a点的这个导数嘛 d f a 在a点的导数 ok 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b是唯一的 b s unique 为什么 ok 这个时候 我们看哈 我们这个证明的思路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看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 既然它是可导的嘛 那就是说 对于任意的h区域0都行 那你随便 给定一个u 然后呢 你让 这个区域0 当这个t区域0的时候 它整个区域0的时候 那它 当它整个区域0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它这个可微的这个性质 那 你就能得到c u 就等于b 如果c和b都是 ok 那假如c和b是两个导数 两个 两个矩阵 或者是两个线性音色 满足这条线性 对吧 ok 那我们证明一下哈 suppose suppose 我们有c 和b such that this is true such that whatever is true 对吧 那个数字是对的 那么 subtract 我们相减 subtract 我们相减之后呢 就是 这样一个变成 一个b 然后一个比较c 然后把这两个式子相减的话 这一项是不是就不见了 这一项不见的话 我们就只剩下了什么 我们只剩下了 c-b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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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趋于0的时候 那TU 这个是0香料 一开始我还是稍微强调一下 后面 基本上我就不强调了 这个0香料 ok 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将这个TU 我们带进去 带进去之后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ok 我们copy一下 诶 当我们带进去之后呢 它变成了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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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趋于0 它 是小于Excelon for any episode 对吧 我们可以选一个 Delta 那个Delta 对吧 它是可以任意小的 那它任意小 它 你这个T也是可以提出来的 因为C-B呢 对吧 你可以把这个 你也可以把这个T提出来 你也可以把这个T提出来 你也可以把这里的T提出来 它们都提出来 因为它是一个线性移植 或者它是一个矩阵 你把这个T都提出来 T是个时数嘛 你把它提出来之后 它上下两面相数就变成1了嘛 那变成1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了什么 就 你就会得到 这个C-B 这个C-B U U Sorry Apps for any apps 那也就是说 它是区域0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有C-B U 要等于0 对吧 因为这个 U是固定的嘛 对吧 U是固定的 UU是固定的 那C-B U也是固定的吧 但是呢 这样一个固定的数 常数 它是小于任何正数 但只能有它等于0 对吧 或它等于一个0 0相量 0相量 是个0相量 因为我们考虑的是它的这个 sup norm 对吧 我们考虑的是它这个sup norm 可是它有sup norm 可是它有sup norm的话 OK 那这个就等于0相量 这样子我们就得到什么 C-U等于B 也就是说C等于B 对吧 好 OK 那么 我们现在就知道 我们现在呢 我就告诉大家 这个Differentiation 它是 这个Differentiation 它是我们想要的 这个Differentiation 它是能得到这个的 同时呢 它也能得出这个 同时呢 同时呢 如果 它在这 它的A 是可导的 那么 All 它所有在A点的方向导数 都存在 direction derivative 都存在 你说 它这个 它有很强的信息 它有这个 它也有这个 同时呢 它还能保证 这个也是对的 好吧 OK 那我们 我们先从这里着手 正在这里着手呢 它就得到一个 数量就有个定理 就是5.1 它这里说 是什么呢 就是说 对吧 如果F在A点刻导 那么 所有的方向导数都存在 同时 我们还有一个 显性的公式 就是说 它的方向导数呢 其实就是 U的方向 其实就是 它这个矩正 乘上这个向量 好吧 OK 那我们先 这个5.1 那我们证明的思路是什么呢 我们证明的思路就是 当T区0正 和T区0负 的时候 我们分为讨论 因为它存在的话 所以它这两个都相的 对吧 好 那么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首先 对吧 我们让 我们 我们让B 等于 它这个 倒数 D等这个矩正 然后呢 同样我们再让H 等于TU 然后呢 T是不等于0的 好 那么根据 那么根据 因为F在A 可倒 那么我们就有 F A加TU A-A-B TU TU 这个东西 TU 很长 这个趋于0 对吧 对吧 这个趋于0 当这个什么 当T趋于0的时候 对吧 OK 当T趋于0 那如果 T趋于0正 T趋于0正 它就是等于什么 T趋于0正 T趋于0正 那这个 TU 我们 我们上下两边都乘上这个U 上下两边都乘U 就是说 Multiply up bottom by 这一个数 OK 我们上下两边都乘了这个数之后 我们就能得到 我们懂了 因为它如果是正的话 它这个 TU 其实就等于T 乘U 你在上下都乘这个U之后 你直接算 你直接算 你就能得到什么 你直接算 你就能得到F A加TU 间F A T 间 B U 趋于0 相量 对吧 那同时如果T是 趋于0负的话 那么 TU 它就等于什么 负T 乘上这个U 那我们再 对吧 我们再做同样的方 我们再做同样的这个技巧 我们就有什么 还是会有 TU 对吧 对吧 OK 既然有这个的话 嗯 OK 既然有这个的话 我们又知道 我们有什么 T 一趋于0的时候 这个 这个 等于0 相量 那也就是说 对吧 也就是说什么 它在A点U方向的倒数 就等于这个 对吧 我们就已经证完了嘛 对吧 那么这个极限存在 这个极限下 它极限存在 同时这个极限下 它也存在 因为它对于T来说 只是一个常数 那么你两边再加上这个 你就能 你用极限的这个 运算公式 你就能把这个给消掉 把这个给消掉 之后 你就能得到这个极限存在的 也就是我们 证明了方向倒数存在 同时它等于它 这个公式也得正 好吧 OK OK 那么 嗯 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 嗯 我们证这个 可到B连续 我们证这个可到B连续 5.2 Defensible 那它就是Continuous 对吧 同样的这个 Settings 好 那我们证可到B连续 OK 那我们的 证明方法呢 我们先需要一个引领 就是说这个 Lenor Maps 它都是连续的 就这个线性映射 它都是连续映射 然后呢 证完了之后呢 我们先证吧 我们先证这个引领吧 先证这个引领吧 OK OK 我们怎么证这个引领呢 就是说 我们让这个T 是这个VW的一个线性映射 那我们选一个G嘛 我们选一个G 我们选一个G 我们选一个有线尾哈 有线尾哈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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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Basis F V OK 那我们就 我们这个引领的思路是怎么证的 我们引领思路就是说 我们estimate 这个值 然后呢 我们再estimate 这个 然后因为线性 因为它是线性映射 它是等于什么呢 它是不是等于TV-VPL 然后我们已经能 我们已经estimate了这个 我们再estimate这个 我们就能得到 它是一致连续的 好 那我们先estimateTV 那最经典的做法呢 就是首先我们得出一堆G 然后呢 我们 那我们TV呢 它是不是就等于这个 Ai vi 对吧 这个G嘛 它都能做成一个linear combination 然后呢 那TV呢 它是不是就小于等于这个 像这个 Ai 乘上 Tvi 对吧 那么我们想要的是什么 我们想要它是任意小 但它任意小的话 我们首先 对吧 我们跟我们 那我们就需要它是任意小 那当它是任意小的时候 嗯 我们肯定要跟这个V 扯上一点关系 对吧 好 那么我们就选 对吧 因为V是 给定的 对吧 这个V它是给定的 我们用这个 阿基米德原理 或Archimedean Principle We can choose C 是什么 C乘 V 它是大于等于 这个的 或者说是这样也行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选个M 等于什么 最大的这个什么 Tvi 对吧 因为你是有限格 有限格它肯定有极大元 有限格肯定有极大元 那么我们就得到了什么呢 我们就能得到TV 它是小 它是小 等于 我们要带进去 都带进去 嗯 A 小 等于 它 它有小 等于C C乘 M M 乘 V 对吧 那它就是一个常数 它就是一个常数 K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TV 它是小于等于一个 KV的 都一个常数 K K K也是 跟这个 Depend on V 对吧 但 没关系 那我们现在 那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在 estimate 我们现在 TV 减 T V品 它是 对吧 它是这个 它是线性映射 对吧 那它是小于等于 什么 某一个常数 K 对吧 V-V品 V品-V 不是都一样 V-V 那么 对任意F310 让Delta 只要它小于这个 X上数以K K的这个 V-V品 那么 当 对吧 小于Delta 到于0的时候呢 T的V-V 那它是不是就小于什么呢 小于这个Epsilon 对吧 对于任意的这个V-V品 属于这个 对吧 也就是它是什么 它是这个一致连续的嘛 对吧 一致连续的 一致连续的 那肯定有连续的 OK 这个引力得证 这个引力得证 引力得证之后 我们来证 我们正式证这个 我们这个定理 OK 那我们这个定理是怎么证的呢 首先 我们一位情况 我们是怎么证这个 可导比列续的 对吧 我们是 讨论这样子个东西 然后让H7 连续于0 对吧 那我们 把它推广到N维 我们再用下我们的引力 推广到N维之后 我们是怎么推广 我们看 我们还是这个 A加H 减FA 它是等于什么呢 它是等于这个 说一下 小一点 F 它是等于 H乘上 减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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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同时这个呢 也是吗 对吧 对吧 这不也是吗 也就是说 都这样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就有了它 对吧 也就是说 我们有什么 那么就说 它是连续的 对吧 这个是用到的引力 这个是用到的引力 好 我们证明了 可导必连续 然后呢 我们讲方向导数 我们讲导数 那我们是不是该讲一下 什么是偏导数 偏导数 这很好理解 偏导数就是什么呢 你看 F是这个A到R 这一个音设 它这个十函数 它的J J偏导就是这个 方向导 它的这个EJ的这个方向导 对吧 这个 它这个方向导就是EJ嘛 就是 You know the standard order based J standard order based element 什么事来看 so 5t就可以定义成这样子 那么 F的偏导 那其实就是T在AJ的导数了 就是当你计算这个偏导的时候 你可以把其他变量都当成一个常数来看待 你只需要考虑这个E为的这个导数就行了 好 那么这个定理5.3就是说 如果F在A处可导的话 那它 它这个十函数 首先 它可导的话 那它就是 它就是一个这个矩阵 其中每一个矩阵都是 这个 对吧 Row Matrix是 Parture Derivative of FLA OK 那我们先看 我们怎么证呢 这个是5.3 5.3就是说 我们这个idea就是说 因为它是可导的 同时呢 它是个E乘M的矩阵 我们就想5.1 5.1就是它这个方向导数的公式 方向导数公式呢 很好理解了 对吧 那我们先上D 因为D F A它是一个 E乘M的矩阵 我们就写它Lamb9E到Lamb9M 对吧 OK 那么 D FA 乘上E1 是不是就是等于这个 F A E1 就是它这个 第一个这个片导 那么 它这个是不是 这是根据定义吗 这是根据定义 这是根据定义 同时呢 它乘它 你把这个单据算下 它其实就等于Namb9E 对吧 那其他的你可以 对吧 那不就行了吗 然后I要M 就完事了 就完事了 对吧 对吧 完事了 OK 那我们还有一个定理 就是说 还是一个跟导数相关的一个定理 就是说 F它是从RNM到RN上的一个函数 然后呢它是个component function component function component function 就是说它每一个 它这个都是从这个 F 它是从R R M 到R 的 因为Fx 它是个RN嘛 所以它总共有N个 这个cord 它每一个cord function 都是从RM 到R 对吧 OK 那 这个定理就是说 F 刻到 那每一个component 都刻到 同时呢 它刻到它的这个Derivative 就是一个 N byN matrix 然后呢 这个自己看 好 那么 这是五眼四 五眼四怎么正呢 我们考虑一下这个 我们的idea就是说 我们考虑一个FH是这个 对吧 对 我们就是考虑这个 这个函数 对吧 OK 那我们看 FH等于这个 F IH 就是它第 I的 entry 为什么要说什么IH entry呢 因为我们看 BH它是一个这个矩阵 F它也是一个 矩阵 对吧 都是一个矩阵 对吧 除以一个 scaler 对吧 就是FH 它是一个 矩阵 它是什么样的矩阵呢 让我们看哈 它是一个 column matrix size n by 1 column matrix size n by 1 那也就是说 那也就是说 OK 我们先用FH 等于这个 对吧 F A加H 减 F A B H 那么它的 DI行 是不是就是 是不是就是 是吧 它的DI行 那就是 F I A加H F 减 F I I A 再减去 B H的DI行 啊 其实 i throw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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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么我们让H 趋于0 H 趋于0 那么 FH 趋于0 当前 紧张什么 它如果有趋于0 那它每一个entry都有趋于0 对吧 每个entry都有趋于0 如果它每个entry都有趋于0 就是当下紧张 对吧 它趋于0 它肯定有每个entry趋于0 它每个都趋于0 那肯定有它趋于0 哦 它趋于0 翻译翻译 它可到 FH 翻译翻译 是什么 这是片导吗 对吧 F 那 F F Fi Fi是什么 对吧 因为它这也是一个矩阵嘛 矩阵乘H 这个 这个极限也是存在的 那Fi Differenceable 也就是说 FDifferenceable 当下只要Fi 它每个Fi都Differenceable 然后呢 每个Fi呢 每个Fi呢 它又有它的这个片导 因为 如果它存在了 那它又有它的片导 partial 对不对 那 它就有它的片导 也就是说 我们当我们有一个F 我们这个 没有一个F 我们F它是什么 F是 Fx 它是F1 Fmx 那么D Dfx 它就等于什么 D F1 D Fmx 那Df1 X Fmx 它又等于什么 是 就等了它的什么片导 Def1 就是它第1个片导 E 直到D 它的第1个片导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DFX 它是可以写成一个这个什么 D E F E 对吧 D M F E D E F N D M F N 好 我们看这个局面 我们看这个矩阵 这个矩阵呢 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叫亚科比矩阵 Jacobea Matrix 就是它这个 矩阵的这个 这个导数形矩阵表示 也就是说 这个亚科比矩阵 也就是说当F可导的时候 它的导数就等于亚科比矩阵 对吧 但是呢 我们可以说什么 但是也有可能是说 也就是我们有可能会存在一个什么情况 就是说 D I F J 它都存在 但是呢 它的这个导数是不存在 全这个权威氛围 我也比较重要 就是它的D E F 就是它的D E F 整体是不存在的 也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我们就是没法判断 当它这个函数 它是不是可导的 就是如果我们要判断它可导的 我们只能从它这个定义来入手 因为我们 因为有可能说 它每一个偏导都存在 它导数也不存在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说 如果它偏导 它导数也存在 对吧 那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什么方便的方法 就是来决定 来判断一个函数 它是不是可导的 那么呢 这个问题将在下一节课得到解决 我们就先 先到此为止吧